不达低价战 电竞笔电的风潮也吹进了美国的CES 不过13寸的荧幕玩起来是不是不太过瘾 不要担心 厂商也最近推出了17寸的电竞笔电 大尺寸的荧幕玩起3D游戏超过瘾 电竞品牌厂技嘉参加美国CES消费性电子大展 推出新款电竞笔电 虽然荧幕放大到17.3寸 但还是强调笔电的轻薄特性厚度只有2.25公分 比5元硬币直径还要薄 重量2.8公斤 配合目前市面上笔电最高规的980M显示卡 价格可能定在7万5千台币左右 抢功舍得花的玩家市场 今年我们看到的突破会是 第一个效能会持续的往上提升 甚至很接近桌机的效能 而且在因为一些行动科技的演进 所以在这种极端效能 以前都需要非常巴基非常厚重的机台 另一间电竞大厂维新这一次大展 也搬出号称移动城堡的GT80TITAN 除了和技嘉搭载同等级显卡 最高还可以扩充到32GB的记忆体 还号称是全球首台把电竞用键盘 迁入笔电中的款式 只是至少4.5公斤的重量 已经和一台桌机差不多 售价更拉到新台币14万左右 相当于三台一般消费型几种的价格 能不能切进电竞笔电的价格甜蜜带 民众反应也不一 打开笔电不是三四万就可以玩了吗 对对对 14万可能太贵了啦 可以视讯吧 边视讯边打 不会lag的话我就会买 应用手持行动装置崛起 电竞的周边商品 包括滑鼠键盘还有耳机等 也积极尝试 除了技嘉维新 包括主要生产电竞专用散热器 机壳与键盘滑鼠等等的耀月昆银 甚至是高规记忆体 微缸以及雨沾 在CES上都有望增加产品曝光率 预估全球超过15亿的电竞玩家 到2016年将创造860亿美元商机 也难怪业者们各个都要摩拳擦掌抢劲 记得朱三爷林凯台北报道 好那科技呢都不断的创新 所以2015年谁最夯啊 对那谁最夯的话 我今天个人的看法的话 我是个人认为就是有三个 当然里面的话 非常上线的状态 一定要去看 传讯网 里面的话慢慢的去体会 那更详细 我这边简单跟各位报告 我是觉得第一个叫电子商务 因为现在盘市就是在涨这些股票 第二个叫物灵网 第三个就是连接器USB3.1 那真的有反应吗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探讨 第一个叫电子商务 那电子商务的话 我们先看下一页的部分的话 这个叫呼邦媒 那呼邦媒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K线图 因为最近新上市的股票 一般都不太会涨 但是8454的所谓的呼邦媒的话 它反而的话是比较会涨的 那它是一个电子商务 非常明显的一个顶型 那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字卡的部分 那我们移到上一页将来看 那这个电子商务的话 你看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的话 去年也许它这个光棍节的话 大概你可以发现 它这个所谓的这个 一天的话就卖出了350亿人民币 今年的话是531亿 570亿亿 那你可以发现 那个成长的速度很快 现在所谓的这个阿里巴巴 已经在美国的市值的话 是排第七名 所以你可以发现 一个所谓外来的一个公司的话 既然一下子就把Walmart的话 全部干掉 Walmart是美国营收第一名的公司的话 直接就把它干掉 所以电子商务的话 就是未来一个趋势 在台湾也是如此 那我们来看字卡的部分 那你看富邦媒 那台湾的B2C 就是我这个B2C 我这个商品 我卖给你这个Customer 我卖给你这个所谓的顾客 就是说 所以你成长会在所谓的电视上 看到这是东森什么购物王 这是什么富邦所谓的 某某购物王 这个就是B2C 那B2C你可以发现在台湾 14年的话 就是以今年来讲的话 是跟去年比较成长17% 明年再成长15.6 后年再成长14.3 所以当然富额成长率很高 也就是说你今年看到这样子 明年它还是持续这样成长 后年还是这样成长 也就是它可以卖的东西 越卖越多 那现在四三例谁最高 第一名的话叫做奇摩 排卖王 这一个的话就占四三例20% 那第二名是谁 第二名的话就是王家 他大概是17% 那第三名是谁 富邦媒13% 那因为它是一个成长性的 所以它的股价虽然新上市 但那股价的反应的话就比较高 但是这个还是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给销售给这个customer 这个顾客 对不对 所以蓝美未来虽然还是有很多的商品可以卖 但是杀价的力道的话会越来越凶 一个成熟去越来越成熟的时候 慢慢的话就会有点杀价 不过 人哪里是一个明星 也就是说所有最近新上市的股票的话 其中以富邦美的股价表现是最优势的话 第一个就是电子商户 第二个是物联网 那物联网范围很广 那物联网我们从两个方向来看 第一个就是感测 也就是这个地方它会去做感测的 感测成这物联网 最主要是说它能够做感测 这个感测的话 它可以感测这个所谓的所有外来的东西 对不对 它可以应用范围很广 那我们来看字卡的部分 比如说它应用在哪里 应用在页银友的开采 既然可以用这所谓的存量的感测器 去了解这个页银友到底的存量有多少 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些 这个什么大邮轮什么样 那现在页银友一开始开采 大部分都是98块美金 但是后来变成五六十七四块 最近有四口紧的话 三十一块啦 不怪说会落到二十块美金 所以不用再瞎搅和了 不知道里面是刷还是石头 一打下去的话 以前只能往下面打 不通的时候在那一个井再打 不通的话那个井再打 现在是打下去的时候 往四十五度再打 往这个三十七度再打 往几度这样垂直整合 这样打终于打到 一打到的话 就用这种所谓的存量感测 去了解它到底它的存量是多少 所以这个的话 就是所谓的页银友存量感测器 这个感测器是雾年网的概念 只是它应用在所谓的页银友 那我们来看横达 这类型股票的K线图的部分 那为什么新商制股 这类型股票会表现很好 就是这个概念 雾年网的概念 那感测的概念的话 应用在页银友 也可以应用以后在冰箱 咖啡机 这个所谓的大桶电锅 都可以去做一个应用 再下来的话 应用在哪里 我们看一个表 我看一个图 细晶岩 这个细晶岩 为什么 以前的话 明确 像这个细晶岩 以前 这个空白 就好像你去买空白CD 都没有用 光碟片那个没有用 这个的话 必须要去设计 去这边设计图 设计图案 设计图案的话 给这个所谓的台积电 去光照Mask 去光照 变成一个石科 就印在上面 然后去大量的制造 所以必须用光照 晒涂的方式的话 就这样做 但这个空白的 以前这个细晶岩 这个空白的 没什么搞头 所以过去的话 叫小松 叫台胜科 什么崇岳 日本叫新鱼 都不会涨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所谓台胜科 的股价的部分的话 忽然间 明确你看 这个地方30块 这个地方53块 几乎一下子 要涨一倍了 那这个东西是空白的 是拿给人家 IC设计 去做设计 然后之后的话 去做Mask 去做光照 然后开始做模具 然后开始去做制造 大量生产 这是空白的 空白的这个也没什么 为什么会掌握这么大 因为物联网 因为物联网的话 刚才所讲 这个冰箱也可以放一个晶片 这个电锅也可以放一个晶片 都可以控制它的时间 能够控制它的熟度 能够控制它的容量 可以控制它冷气机的话 也可以控制它的温度 也可以控制它什么 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 用手机去控制它 用手机控制它 一切都是用巡弄装置的话 去控制你家里面所有东西 都因为有一个所谓的 这个 比如说晶片 那晶片的话就用细菌岩 所以你可以发现 真的要去那么多 就是物联网的概念 所以为什么最近会说 8寸的细菌岩要涨30% 12寸的细菌岩的话 要涨30%以上 所以原则上的话 台胜哥虽然获利不是那么高 但它就是一个物联网的概念 这物联网的概念的话 连页岩流的存量的感测器的话 都能够大涨 使得细菌岩的部分的话 它也能够形成一个大涨的一个情况 所以为什么说 我看看物联网 因为物联网不是只是说 讲这个物联网 是说它会衍生很多的商机出来 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智卡的部分 智卡的部分的话 也就所谓的这个USB3.1 也就是说 因为未来这个传输的速度的话 越来越快对不对 那越来越快的话 它以前只有1G 现在变成5G 那明年之后的话就10G 未来三个波罗是20G 速度越来越快的话 它让所有的电子产品的 形成的一个东西出来 比如说我们看一个智卡 叫二合一的装置 这个二合一的装置的话 比如说这样的话 就是一个平板电脑 但是现在推出的东西 它也可以当NB 只要你把它接上的话 就当NB 键盘把它接上 就是一个比基金电脑 把它拔掉的话 它就是一个平板电脑在用 所以现在都是这种二合一的装置 但二合一的装置 它要连接怎么办 它连接的时候的话 就必须要有弹性 那我们来看智卡的部分 这个叫做什么PocoPin PocoPin的话 我们看那个图的部分 有个PocoPin的话 因为你可以发现 以前是固定的 因为这很容易 那个派起 但是这个的话是弹簧 这个弹簧 它可以压来压去 以前是固定的 它就容易坏掉 现在它是个弹簧 那弹簧的话 我们再看二合一的装置 因为你二合一的装置 就要拔来拔去 拔来拔去 你如果太固定了 就会磨损 就会坏掉 但是如果你今天用了 是所谓的PocoPin的话 是有弹簧的 这样的话 比较会弹性这样接来接去 接来接去 就比较不会坏 所以你可以发现 现阶段二合一的装置 越来越多 那这个USB3.1 这种连接器的一个观念的话 使得PocoPin的话 它的使用量就越来越多 所以原则上 我们来看字卡的一个部分 比如说二合一的平板装置 大量使用PocoPin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 有弹簧力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来看 6271的所谓的这个 中探针 最近股价涨不那么大 这个也是一个所谓的 这个连接器的一个概念出来 所以说以前是固定的 现在变成这个连接器 它连接的东西的话 是弹簧的 大量是使用它 所以这个你可以发现 那为什么 平板电脑大家卖得不好 那为什么微软卖得好 我们看字卡的部分 去年卖4万台 今年的话 其实平板电脑是衰退 是没什么成长 但是它今年卖到1000万台 这是微软的 Service Pro的部分的话 大卖 那我们再看一下说 为什么它还有一个涨 那我们看字卡 再往下看一下 那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苹果的MacBook 它的充电器 改用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看表的部分 你觉得你可以发现 这个不是 大家都是这样插吗 这个没什么样子 这什么MacSafe 完全都同样 不是都这样插下去 才可以上电脑 不过这个把它插进去的时候 你可能脚会踢到这个线 对不对 它完全不会掉下来 黏掉掉的 再怎样把它拔 拔不起来 就是要有弹性才拔得起来 你可以发现 有时候难免你线会 会长大 勾来勾去 就会拔掉对不对 它不会拔掉 这个MacSafe的话 是完全不会拔掉 所以苹果就是大量 去用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看627的中探针 为什么它最近的股价的话 会长 这个完全就是连接器的 一个概念出来 再来我们来看 字卡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发光键盘 发光键盘之前 我们跟各位报告经验 那因为去年只赚0.29 今年赚1块9.5 我们来看字卡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看图案的部分 就是这个发光键盘的话 未来的话 一定都是用这种发光键盘 那现在伸多率50% 所以未来往90% 往100% 都是发张键盘 所以你往上按的时候 踩的时候 都很方便 所以你可以发现 2387我们来看K线图的一个部分 为什么这段时间表现不错 其实就是时代的一个潮流的变化 所以59%说 我们现在要找的话 大概有两个趋势的部分的话 也可以注意 第一个的话 我们来看大陆股票市场 最近最会涨的股票 当然大陆股票市场在涨 但是你可以发现 比如说这个叫盐腐股份 000792 那我们来看这类型族群的一些个股 那这边的话24.53%创新高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所谓的这一个 这个另外一档的话 也是这边都有创新高 最近在大陆的所谓的肥料股的话 其实股价表现也不错 那国内像所谓的硫酸钾甲肥的部分的话 那原则上我们看下一页 像东建 大概原则上获利的部分的话 也会成长 另外一个就是说 因为未来是用USB 3.1 它的速度的话 从原来的1G变5G变10G 所以它速度太快了 速度太快的话 我们来看图的部分的话 因为你未来要 因为这个速度是5G 10G的速度 20G的速度 速度太快 速度太快的时候的话 有时候你未来安全训练的时候 一般都会有一个 加一个所谓的扩充基座 这扩充基座的话 还能够做远端 还有多工的功能 所以这一种未来随着 所谓的USB 3.1 速度达10G Sandboard速度达20G 这个趋势的话 大部分都会去用 这个所谓的扩充基座 让多工或是远端的话 它的效能速度会更快 而且比较不会当掉 导入的速度的话 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们来看制考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发现 扩充基座叫Darkin Darkin的话 快速导入USB 3.1 Sandboard 多工远端 那以3272的东缩为例的话 今年这个扩充基座的话 大概出货130万台 明年预估是200万台 所以原则上 明年成长是70% 跟今年比较的话 几乎是50%的一个成长 那我们看字卡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字卡的部分的话 最近苹果的Sandboard 这个东西的话 原则上的话 过去有两家 现在只有一家通过 就是所谓的Intel Apple的通过 所以原则上在Sandboard 20G的部分的话 原则上只有一家 通过Intel跟苹果的一个认证 所以获利的话 今年12块 明年获利大概14块 所以我觉得说 现在像这种USB3.1Type-C的一个概念 连接器的概念 改了之后的话 它引申了像中担针 像东瘦 这些相对堂皇的一个 所谓的PocoPin 或者是MegaSafe 或者是像这种扩充基座的话 随着这种所谓的这个速度 越来越快 从1G 5G 10G 20G的话 等于时代潮流的一个变化 而造成这类型族群的一些个股的话 过去也许它可能是一个传统产业 但是因为USB3.1的改变之后的话 这些未来在一两年时间的话 其实它的一个成长率的话 是比较高一点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有很多东西 虽然是过去电子股里面蛮传统的 但是你可以发现 环境一变化的时候的话 它又找到一个新的生命出来 OK 好 那还有接续下来 这种行动之 我不是讲第三方之后 行动支付的功能 我是充满了期待 不然说真的 有个皮夹子都快装爆了 因为可能你去卖场 又要一个卖场的会员证 又一个刷卡的 要去加油 又不同的 对 你那个刷卡 比如说拿给它刷 然后它也许保护公司又拿到那边去 又拿回来 然后这样动作 几分钟 也许五分钟 也许十分钟 也许更久 还几点卡 要给它 新用卡 你这个新用卡摔坏掉了 因为一直抹刷刷不出来 用另外一张怎样 很麻烦 那现在只要手机 叮 然后这个所谓的指纹辨识 把它按下去 那个出来就已经通过了 而且这个指纹的东西的话 别人没办法模仿你 所以沿着上开安全性的话 其实是蛮高的 所以你可以发现 也许过去 你刷个卡 要成交的话 要花三分钟 要花两分钟 也许到华公司 花个五分钟 但是指纹辨识的话 这种Apple Pay的话 可能几秒钟的话 你就完成交易了 OK 所以你看 一个P夹子打开 身份证 健保卡 A卖场的集点卡 A卖场的刷卡 B卖场的集点卡 这个加油这一张那一张的 都快爆了 对 所以原则上 这指纹辨识的话 未来的话 其实真的是会很普遍 现在我们去上班 就是要开门 都是指纹辨识开门 不然的话 别人要进去的话 不容易进去 我们就直接这样 我们就进到门 别人不能进去 所以现在已经办公室 都已经用指纹辨识 来这个出路了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以前还拿一个卡片这样 不对哦 这坏掉了 这指纹辨识的话 别人没办法模仿 外星人入侵 外星人入侵 我们赶紧透过新闻 来看看行动支付 手机就能够行动支付 我们现在在这个贩卖机前 选择你想要的饮料之后 按下确定 接着确认这个付费的方式 我找手机在这边做感应一下 经过处理之后呢 贩卖机就会自动把饮料放出来 NFC近距离 无线通讯手机 化身电子钱包 走到哪就能感应 逼到哪 手机感应付费 买贩卖机的双品 不再需要投零钱 台湾行动支付平台业者 推绑定SIM卡的支付系统 结合信用卡和悠游卡付费 不论其U-Bike 或是到超商购物 只要带手机就OK 大量的使用会在Q2 那么Q1的话 我们就开始先试营运 SIM卡要换的时候 五大电信业者 已经下了订单 30万张 预见明年1月中正式开台 目前交易金额 各银行限制在3000元以下 同样是电子钱包 绑定SIM卡的支付方式 和苹果的Apple Pay有所不同 绑定SIM卡能和特定的银行 和悠游卡的电子票卡结合 只要有手机就能够付费 尽管手机能设重重密码保护 还是有遭到斗诱或遗失的可能 反观Apple Pay限定行动装置的指纹辨识 相较起来比较安全 但是目前在台湾还不能使用 以现况来讲的话 目前走的这个方式 是比较适合台湾的 那Apple Pay当然未来 如果说还要看苹果那边的状况是怎样 那进来台湾可能指日可待 但是很难说什么时候会成真的 3C达人表示 其实中华电信也有类似的平台 只不过行动支付看起来相当方便 但具备NFC功能的行动装置 近两年才开始普遍 能否改变民众的消费形态 还得要看具备NFC行动装置的普及率 记者林思雨黄艳正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掘强大的力量 植物营养素 有机栽培孕育健康作物 保留珍贵的植物营养素 制作成纽翠来综合营养片 让植物的力量照顾全家人的健康 全球销售第一 安利纽催来 青春霸道 体力霸变 幸福是吃出来的 吃 要有一个好口腔 我用云南白药牙膏 配合正确刷牙习惯 能帮助减少牙龈出血发生率 好口腔 吃 出幸福感 云南白药益生菌牙膏全新上市 刷刷益生菌 健康好清新 8点到10点 非凡主持现场 革命了 每次洗衣 都要洗衣 生保PicoPure洗衣机 操洗净只要15分钟 专利PicoPure除菌防眉脱臭 还有超正脱洗净 洗干净 超健康 生保PicoPure洗衣机 生保 生保新穿好吉祥 所宠航里热你响 Wilkins Why are all my tires Dunlop? 强忍安全 爱车之选 Dunlop 喂 我这边的事情就跟你说很重要 好 别说了 不要说了 对啊 因为有爱 每句话要好好说 现在开口说爱 让爱远传 好 回到节目当中 我们透过静面来掌握一下今天资券的一个变化 今天的融资增加了4.73亿 融资水位在2042亿 虽然不多 但是很有诚意 对对 内资还是有诚意的 连续增加4天 融券的部分 融券 今天意思意思 还是有55万张 所以看不好的人还是蛮多的 好 这个水位啦 前几天一直 其实资券都有一头同步增加 代表人际内资还算OK啦 下次要外资一回来 我说搞不好量就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是短暂的过渡期 其实500多亿 不会是常态量啦 好啦 就像您说的 这个礼拜有三次 透过你们公司的据点 跟所有的投资人 面对面的来研究 而且蛮踊跃 而且蛮热情的 只是一直不知道该不该进来 进来不进来 他们就是说没有方向啦 其实我就跟他说 有很多的东西可以看啊 不是只有等我来啊 非凡电视要看 非凡上个照片也要看 对 做功课是 对 一定要做功课 每天都要做功课 当然我刚才前面讲 低基期的股票还没有讲完 NB 刚才讲广搭 人保 伪创 最近为什么 所以这个也不是等你来 周刊已经有五大趋势 对 已经写了 那我们看看广达好了 广达的部分呢 当然Apple One 底部这边是不是 最低点就爆大量 所以它底就慢慢打出来了 虽然还没有往上突破 但是起码还慢慢涨 会不会一根突破之后 就开始出现转强 这个不妨大家可以去盯着看 另外呢 这个除了NB以外呢 网通族群里面也有啊 那个像企机啊 联军啊 钟蕾 那我们看看企机好了 6285的企机 前段时间外资在卖它 结果呢 一直卖一直卖 底部爆量了 底部都爆量了 那最近呢 在整理的过程当中 好像呢 这大量需都没有去回补嘛 都没有去回补 算强势了 所以呢 外资卖不下去之后 底部爆量 它就有转积性 再来看看联军好了 3450的联军 同样呢 前三季也赚了7块多 基本面不好吗 过去股价跌得那么重下来 这个底也打出来了 底部有没有爆量 一样爆量 法人也回来买了 过去外资在卖 法人也回来买 这个减线也都守得很稳 这个都是在底部的股票 还有呢 钟蕾也一样 是不是好公司 一样 业绩也很好啊 前三季赚了3块1啊 这个都是打双底 这最近也出一点量啦 只是还不够 如果说有更大的量的话 这个颈线也突破了 能够站稳的话 它的力道上就会加温 所以我们举这个例子呢 这些电子股呢 通常都是业绩好 低基期的 除了太阳能以外 其他业绩EPS都不错 基期也低 也开始底部放量 所以有人就在吃货 这不排除就是未来一个焦点 那生计也有啦 我举这两个有EPS的啦 比较说都一些没有EPS 你看这都比较高价 自行啊 这里底部都在爆量 这里爆量 还有呢 液态 4163的液态 我一串相关的这个设备厂商 这也是跌很深啊 这也是在底部爆这根量 所以开始就往上走了 所以我觉得说不管哪一个产业 电子也好 传产也好 只要呢 它的业绩还不错 底部有爆量的 代表人在吃货 形态上转强之后呢 你不妨在这边可以去留意 这些低基期的一些 这个被遗忘的一些潜力股 我想除了这个之外呢 这个剩下几天啊 5个交易日 明天 后天 下礼拜 3天 加起来5天 5个交易日里面呢 大家还是想说 最后一棒 这几天我还可以做什么 其实还是有 作帐的影子存在 其实也是前几题 我在非凡商店都刚刚 讲过集团作帐 都传后啊 这个猜色 我们非凡商店都提早跟大家讲 未来会发生什么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 就是说 外资有留这个多单的伏笔 虽然就是说 可能今天多单只增加316 但是这样子也是算有诚意吧 一万多口 圣诞礼物 一万多口进多单啊 所以我觉得外资 应该会回来的 回来机率非常大 除非有天大的礼工 不然的话应该是回来 所以我们就要赶快看我们的菜色 搭配那3天的交易 所以我觉得说 集团股